《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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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這樣長大的 我知道你在跳滑是要怎麼 未來的情緒在哪裏 覺得你應該要找一份 你在浪費 對 我覺得你在浪費 你在浪費 你在浪費 我其實已經很努力了 為什麼要一直說我是在浪費時間 在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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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放棄學習 究竟學習是為了什麼 我想找到答案 原來這才是學習 不再是為了考試 而是純粹的求知欲 和好奇心 為了我自己 在浪費時間 在浪費時間 餐廳 在浪費時間 careers 寶貝分明 有此為了 你看不懂 那就提前送個禮物給你 喔謝謝 好漂亮喔 最近在做什麼 最近在做什麼 最近學校剛畢業啊 然後因為之前 有接國家的實驗計畫 然後呢 做的程度不錯 老師想要發表論 然後我小事覺得 可以繼續發展下去 然後我就想說 那你可以幫老師 發個佩客這樣子 然後現在還在學校 繼續忙實驗這樣 哇好厲害喔 那你一定很忙喔 對啊 你咧最近 準備那個 音樂會準備得怎麼樣 嗯 就每天都認真練習 希望 那一天會有 好的成果 可惜你不能來聽啊 喔太可惜了 你還沒有時間來 對啊 你還記得我昨天 拍那張照片嗎 有啊我有看到 那張好久以前喔 那個時候好像我們在 畫我們的工作本 對啊 寫我們的東西 還記得那個時候 老師每天 上完課之後 我們要去把它 完成當天的作業 所以就覺得很有趣 嗯 那你有沒有覺得 我們那時候每天寫 會不會有在練習 那時候每天寫喔 我覺得 因為每天 練習完成那個東西 會不會就是在 之後我們寫筆記啊 然後呢做記錄的燈 我覺得還蠻有幫助的 在未來 然後 而且 就是 以前那個生活 就是還蠻懷念的 真的 對啊還會記得 我們那時候每個月 都是爬蛋的 對啊對啊 我們1到9號 全部都爬過一遍 超累的 然後 後來想到我們那個 以前每天早上 去學校第一件 試試跑去耕田 對 那時候我們就種各種不同的菜 沒有沒有 然後看那個 師姐來 來選擇要種的蔬菜這樣 因為我們那時候 因為沒有放農藥 所以 菜真的很難種 然後被蟲 上面都被蟲蟲蟲 對啊 種過之後才知道 原來菜那麼難種 真的 其實我們真的要很感謝神 我也很感謝我們的家長 因為我們非常的幸運 我們有一個農場 那其實我們知道 土地對孩子的重要性 因為它是一個整體的 一個地球的圖像 那孩子真的是要透過很多的活動 來發展他們的意志力 那去農場工作 就是一個最具有代表的 一個課程的活動 那我們常常講說 我們怎麼樣幫助孩子 他們的情緒更穩定 然後透過穩定的情緒 他們就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學習 所以這也就是我們不斷的提醒 工作的重要性 我們也發現現在的孩子呢 他們不太會工作 所以透過農場的工作呢 就是幫助孩子 我們所有的食物 我們所吃的 都是透過土地生長出來的 所以我們要很勤奔的工作 那當然工作之餘呢 它也是一個休閒 但是它並不是兒戲 那我們知道 大自然它其實就是我們最好的老師 所以這也就是我們懂得 怎麼樣地去珍惜我們所有的資源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那我們也強調 我們的教育裡面 就是讓孩子做他自己 那成為一個可以真正 貢獻給這個世界 這個地球的人 學校會在定期幫孩子舉辦 各式各樣的藝術活動 這樣子的藝術活動很多 也包含了孩子本身在上課時候 所做的一些練習的分享 甚至呢我們在每一年 學年末的時候 也會邀請我們家長的社團 跟我們一起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我們希望在學校裡面 創造出一種真正藝術的氛圍 藝術一直都是我們在教育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但是呢所謂的藝術 並不是只是教孩子畫畫 學習樂器唱唱歌等等 所謂的藝術其實是一種生活 但是呢這種藝術生活的態度 其實是需要孩子在從小的時候 透過周圍的大人 所塑造出來的環境 觀摩和感受得來 十幾年來總是有一些孩子 父母會來找學校 他們在學校適應的非常的不好 老師會覺得他們怎麼這麼好動 這麼愛講話 怎麼這麼不專心 那對我而言 當然有一些孩子的確是需要 一些額外的幫助 一些支持 可是他們不是不好的孩子 不是不能上小學一年級 那反覆了這樣十幾年 我們就團隊就在想 那我們是不是要開始小學呢 那就好多的家長就來邀請我們 老師可以來為我們學校的孩子辦學嗎 跟家長們一起決定要來做這件事 那這個學校沒有錢沒有土地 什麼都沒有 可是我們就是有一顆心 老師的心 家長的心 我們愛這些孩子的心 我們也希望這個社會可以更好 心想 如果我們可以提供一個未來的教育 讓這些孩子 他的身心靈 在長大以後都是一個成熟的個體 那其實這個社會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每一年孩子都有戲劇的鍛煉和演出 所以戲劇在華德福學校裡面是很重要的活動 比如說在歷史課所學的孩子需要編排一段戲劇出來演出 那麼在這樣的過程裡面呢 孩子可以感受到更深刻的當時那個歷史時代的一切 那孩子在準備演出的那個布景的時候呢 他們必須要團隊合作 那麼還有就是孩子在寄送台詞的時候 他可以感受到當時的文字和語言是怎麼表達的 還有孩子在縫製這個戲服的時候 他們必須要一針一線的縫出那個當時時代的人的生活的那個形態 所以他們不能用縫紉機因為那個時代沒有縫紉機 他們會就是說活生生的跟歷史的事件有了連結 那他們的學習呢會更深刻更有意義 比如說有個孩子他的個性很軟弱 那麼老師呢可以安排刻意在讓他在戲劇演出的時候呢 演出一個英雄的角色 他敢於挑戰一些困難的事情 他會感受到那個強者勇者的那種內心的狀態 所以讓這個孩子呢他的個性可以獲得平衡 或者孩子可以知道在某些時刻他應該要勇敢的時候 他要如何呈現出他的勇敢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遇見二十年後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所以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一件事情就是 孩子他未來即將要承擔的這個世界 會比我們現在的世界複雜許多也困難許多 所以呢如果讓孩子只有學習認知 那麼他沒有辦法面對未來的世界的複雜性 所以我們說教育是在教育孩子的未來 我們沒有辦法用過去的概念 來教會孩子如何面對未來的世界 所以呢教育對孩子來講 怎麼樣帶領他們走過這個學習的歷程 是我們大人必須要深思的 在教養孩子的過程裡面 我們發現動跟靜之間的平衡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孩子的天性就是動的 我們如何把它引導到一個靜的狀態裡面去 我們思索著 我們提取我們文明 東方文明裡面最精華的 我們發現茶藝生活 東方美學 書道美學 琴藝美學 這是能夠讓孩子完全靜心下來的一個課程 我們在學校裡面把這幾個課程 完整的讓孩子去體驗 從四年級開始的孩子進入茶藝的直呼 小藝的孩子怎麼學習 跟在茶席上跟別人互動 六年級的孩子開始 他進行茶古琴的彈奏 八年級以上的孩子 開始進行酌琴的課程 這樣子的課程 一整個統整下來 孩子完整的在一個動跟靜之間 取得一個完整的平衡 這是我們最希望我們孩子所展現的 我有兩個比較特殊的背景 一個是多元智慧自由教育 一個是心理輔導的部分 那這兩個部分讓我 其實我在走人生道路的時候 這兩個部分我都碰到了瓶頸 覺得很難走 可是當我在澳洲看到這個教育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教育是結合了 多元智慧的自由教育 在一個人身上 過去我的學習是 多元智慧是分開學習的 可是在華的部教育是合在一起學的 在一個人身上集合 我們在很多的法規上 然後就集結了很多地方的教師會 家長會 還有很多的真的是有心 幫助教育能夠好好成長的人 很多人的幫助 然後才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打開 給我們最大支指引共同工作的就是家長 如果沒有家長 華德福學校如果沒有家長 沒有一個華德福學校可以存活 因為這個教育非常需要是 家庭跟學校共同合作 然後甚至是成為一個村子 共同教育一個孩子 教育現在人上 一曲小曲小長 四曲在晚風中飛揚 其實在這個教育現場 我覺得我們已經待了蠻多年 那教育是一個很廣大的領域 在很多時候它可以有很多想像 那我自己本身是比較在 從頭的領域系統性的教學 所以有這個機會能夠到 華德福學院 看看不一樣的那種教育現場的理念 還有他們的呈現方式 我從頭的方 那也可以激化我們很多不同的想法 帶給我們下一代更多的飾演 還有更多的想像 教育中文教老師這樣 好 在這個課程中 我們就是談到比較內心的一些想法 然後就是在整個故事中 就我們對一些就是它 去挑戰一些事情 就是特別有印象深刻 然後我們就要在裡面做一些分析 然後高中部我們有一些就是擦圖 然後是以黑白的為主 然後我們是用一些真筆 是在學畫的這樣 在植物學裡面 我會帶他們認識兩個人 一個人是哥德 那他之所以會被介紹是因為呢 他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植物觀察的方法 那這個植物的觀察方法呢 可以幫助孩子在這個階段 學習到 原來我看事物要看到這麼深 所以我透過這個哥德的植物觀察法 讓他們看到說 你光是觀察一個植物 就可以有這麼深的看見 那你看事情可不可以這麼的表面呢 因為從小在這邊自己製作課本 所以我也培養了表達想法的能力 及實做精神 那未來我也希望將這些能力 帶入我的興趣 也就是平面設計 然後藉此更精進之一 我們應該其實看到它的精神 是理念教育 或者是另類教育的精神 那不過這幾年的發展 我們也看到了一些現象 值得大家關注的 從它外部的一些需求 例如說 政府部門的支持系統 跟法令政策的建制 這個是我們需要關注的 那另外一個是 社會大眾對於時間教育 普遍認識還不足 還有最重要的是 家長對於這些 等於好的學歷 等於好的就業 等於好的人生 這個觀念必須要變革 每一次的犯錯都是一種學習 要接受全部的自己 才能真正在舞台上 享受表演的時光 在別人放心玩樂的時候 我願意花這些時間 去累積我的未來 既然決定要做這些事 我就要做到最好 為了我的未來 我會自己努力 有非常非常多的小孩子 他不一定適應我們留政人 所提供的公共教育的這種方式 那其實在過去呢 特別在先進的國家 他們慢慢的就是 引起這個可以在家自行教育 提出一個完整的計畫 那也可以有多元的方式來進行 那在台灣 我們這個從在家自行教育 那到後來 其實我們有很多 過去是體制外的 這一些實驗的團體 或者學校 現在這個政府也非常開放 那引起這一些學校 他可以去運作 甚至也還有很多的 這個獎勵的措施 那希望幫助 這些學校更好的保護 尤其是在立法院 這個他透過實驗三法的 這個通過 那將來會幫助 我們整個教育體系 能夠更加的活絡 加來可以一起在台灣 會恆火的發展 那也有助於台灣 將來可以培養出 這個多元的人才 所以我想 非常這個正面的期待 就是在未來 我們甚至於在實驗教育的發展 這個發展的 還可以成為 在亞洲地區或者在國際上 變成是一個海 belonging 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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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新成立的实验团体 那我们的校名名称是 西朝流行乐团 那大家听到这个名称 就知道我们是 专属于流行乐团的一所 特别的学校 那我们才刚成立 所以这是第一学期 那我们现在身后看到的是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街舞的训练 那我们除了街舞以外 我们还有乐团 有乐团的那个歌唱部分 然后乐器部分 相当的精彩丰富的课程 那也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看我们的演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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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母亲和彩之后 开始 拍摄 在帮助 说出来 different 然后 比较 proven 内繁 每个 Loop Azid 那現在我只想一步一腳印的把它做好 台中市政府其實這一年來 我們有努力想要在實驗教育上做一些的擴展 那因為我自己身為實驗教育的家長 知道實驗教育的失職情形最困難的 並不是我們把一間教室或一個學校 把它放在看板 不可以改個牌子 寫實驗教育學校成型 這今天真的就是理工的番組 而我們面對的是未來的不可思 慶幸的是現在不管是中文大學 或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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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107學院 如果投資檢材 全國有34個大學 有550個名額 那一旦大學能夠開放實驗教育 其實對他們講是一個利多 所以這是目前實驗教育到大學 升學管道 我認為還是以特資選材為止 那我認為這些學生 其實還簡單用四個字 就是適性揚才 那簡單來講這些學生 滿了解自己要做什麼 所以他將他就讀的學習 也是以自己將來要做什麼去先修 所以就有三個已經去修所謂的 我們需要通過的特殊 學會學習 我想要充實自己 讓自己有能力照顧心愛的家人 感謝生命的考驗 讓我知道 只要有心想學 學習無所得在 我們是量長大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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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